江莲福被抓了 不过其实呢 他是在这个南投埔里这家民宿来落网 他跟妻子呢 就住在日租一千块钱的双人套房当中 垃圾桶里头 我们还发现呢 留下吃完的罐头 加上矿泉水 看来这个大咖落跑的日子 似乎没有大家想象中好过 江莲福在南投埔里这家民宿被逮捕归案 他和妻子住在三楼六号房 门排三十六号 房间里头临断了双人床 棉被还来不及整理 泰安妻子靠这台二十寸的小电视 掌握外界的消息 杂物桶里头除了卫生块豆瓣酱 还放着两千cc装的饮用水空瓶 加年富安妻子从四月三十号入住之后 几乎逐步出户 只靠落地窗往外看 随时注意捡紧有没有上门抓人 但前立委夫妻大咖落跑日子 过得并不快活 藏匿的房间只有六坪大 日租只收一千块 月租也只要四千块 符合逃亡的省钱法则 从丢掉的卫生块和豆瓣正空瓶来研判 加年福藏匿期间 用餐全在房间里头解决 只靠罐头和包装水过一残 房间里桌上还留着没喝完的泡茶茶杯 但用过的茶杯却有三个 难道除了加年福安妻子之外 还另有奇人吗 加年福安妻子躲在六坪大的民宿房间 吃罐头喝矿泉水 只为了躲避警方茶器 过去叱咤风云的立委 现在全都变了样 中文新闻周大祥 SNG小组南投报道